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陈锋多年的记忆 所以这张东西跟我们江西的教育史 跟我们的南昌一中的孝史 它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物质 收藏中国精彩即将呈现 分享藏品故事 品鉴藏品价值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收藏中国 我是主持人邓锦 那么在我们健保老师的精心筛选下 有哪几件宝物是进入到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藏友 大家好 我是收藏中国的外景主持人康丽 大家好 我姓熊 带来了一个我觉得还不错的壶 长沙铜关窑的 这个壶是那个我一个大伯 委托我把这个壶带的过来 我大伯当时是说 他说那个少于五千块钱 他不会卖的 然后具体他也不知道 因为他也只是一个业余爱好者 那开始让我们的专家 今天来赶紧的鉴赏一下 我们这件宝物到底值不值五千块钱 好 加油 你好 你好 这位藏友带了一个非常精致的壶 是吗 对 我看这个壶 它很亮 这样看过去 所以应该保存的挺好的 是 因为这个素色 就是我们家都非常喜欢这样一种风格 简朴 而且特别的轻 是 拿在手上的感觉 你刚刚说你家里的人都很喜欢这个壶 也就是说 在你家已经放了很长时间了 这是我大伯的 然后他拿到我家 然后放在我家出窗 放了一段时间 哦 原来如此 好 那今天来呢 也是想要问个究竟 来看看这个壶 它到底有没有什么来历 是不是 这个壶真的是很精巧 应该是用来喝酒了吧 这个我还真不太清楚 好 那到底是用来干什么呢 我怕是有请我们的赵老师 来解答一下 好 有请我们的赵爱斌老师 赵老师您好 哎呀 主持人好 哎呀 主持人好 这位藏友带了一个非常精巧的壶 哎呀 漂亮 对不对 完整 是 上面就有点像个杯子 这就叫盘口 盘口 我们行话叫盘口 这还有个蝴蝶结 对 蝴蝶盘口壶 你看多漂亮啊 嗯 而且完整无策 嗯 这个藏友 你知道这个什么时间的东西啊 哦 这个我确实不是很清楚啊 嗯 这个告诉你 这个在他晚唐 五代 五代师国 嗯 到北宋 就是北宋呢 就是赵昌运 城桥兵变的时间 嗯 那个时间的东西 哇 非常早 哎呀 到现在 很长时间了啊 应该是一千年了 哇一千年保存的这么好 对 这个应该是 看这个品项的应该是墓葬里面的 嗯 这个告诉你呢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晚唐呢 嗯 到北宋早期呢 你看一下他那个支柱 电收痕 是三个支块 这个是标定唐代的东西 晚唐的东西 嗯 这里面呢 如果刘长 这个刘 这个就是渡水的那个地方啊 嗯 这个长 一定是北宋中晚期了 嗯 矩短 矩 就是五代 跟我们那个支湖一样的 如果是唐代的 就是更短了 一点点的 嗯 这里面我 要跟 常有说一下呢 嗯 这个是 北宋早期的 就是 召枪运 成桥兵变以后 嗯 这个时间的东西 嗯 隐清 在这个时间 开始出现了 你看它带青色 看到吧 对对对 有点霹雳痕带青颜色 但是它是从草米黄那个时间延伸过来的 加了草木灰在里面 嗯 成为这种亮青色 在这里啊 你要看到它当有个工艺 看到吧 三个指头 看到吧 这三个指头 包括这个大指头 看到吧 都看得到 都占用 交用在这上面 就这样做的 施用 就成功了 嗯 做工像我们这很多制服啊 像北宋早期的制服啊 像再加上这个阴落袋子 我们行法叫阴落 就是观音菩萨身上钓的那个花醉啊 就这种花纹 但是它打了一个福贴切在它旁边 嗯 张势性非常漂亮 嗯 嗯 东西非常漂亮 这应该是用来喝酒的吧 应该喝酒的 嗯 因为它那个口颜比较大 嗯 瓶子瓶子倒下去 对啊 一个梁斗 当在那个时代没有过的瓶子了 那个梁斗一打过来 倒到这里 嗯 好一点点 老板给我来一壶酒 就是这样子了 对 而且这里面 它加上两个细 圆细 又可以把绳子把它吊起来 拎到手里走 哦 那像这样的一个湖啊 它在古代的时候 它是属于大国人家用的呢 还就是平常百姓用的 平常百姓用的 平常百姓用的 对 应该就实用性特别的强 对 刚刚又说了这边可以拎起来 对 而且这个倒酒的地方像有个漏斗一样 对对对对 不错不错 东西漂亮 对很好 保存的很好 实现就是一千年 一千年 嗯 就是这个湖呢 它大概就是说价值是多少 一千多年前我觉得不会太便宜吧 它载体在里面 嗯 不吃钱的 嗯 加上这种伏贴尖 张饰一下 漂亮 对对对 盘口漂亮 这个性价就高了 嗯 因为它有造型在里面 因为就是文 加上了文靶元素在里面 嗯 这个OK了 是 有创意在 这个在五万之内考虑 哇 五万之内 我觉得 如果不好好保存的话 也很容易磕碰到 因为它特别的轻 好好好好的拿去保存 谢谢 好的 让我们来看一看 接下来的这位藏友 给我们带来了 怎样的宝物有什么 来跟大家先打个招呼 大家好 主持人好 我姓刘来自江西干头 我带的是一个腰扣 咱们看那个古代剧的时候 那种官啊 就是感觉这个腰间 会系这么一个扣什么 对对对对对对像那种 这件东西应该算是 我们家一个品尝的宝贝 对 我记得我小时候 看我爷爷拿出的把 不够 首先想辨别他真伪 这是最关键的 最关键的 对然后想知道 他的一个地点价值 是什么价值 哦这是其次 是不是 然后还是想知道 他的一个来源 他的一个历史底音 嗯好 你好 主持人你好 这个先生啊 带了一个这个 哇这是一个神兽吗 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衣服扣子 因为他上面有那个 衣服扣子 这么大的扣子啊 因为有个镂空的 有个镂空的在这里啊 有个镂空的在这里啊 这应该是一个就是带扣吧 就是古代人那个腰带的带扣 在现代就是皮带头 还不错啊 这个东西 嗯也是 看起来像有些年代了 嗯 你就是你收藏这个东西 你应该对他很有研究吧 这大概是一个什么 是麒麟吗 还是什么 什么神兽 我觉得 嗯 应该像是一个麒麟 像是麒麟啊 那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待会我们的健保专家 会帮您鉴定一下啊 今天来有没有带什么疑问来呢 现在就是想了解他一个 事实上价值 嗯 还是很直接的 好的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张有平老师 来帮您鉴定一下 有请张老师 张老师你好 你好 这个朋友带了一个这个代扣 啊 首先看起来很霸气啊 是是是 想能够带这样的一个代扣啊 呃 这个代扣呢 它不是 你要想 这种代扣一般都是鞋挂在 左右两侧 自己把玩的 鞋挂的 对 而且呢像这种啊 穿眼的这种代扣啊 嗯 一般都年会比较晚 最早都是在清初 才开始用这种工艺 这件东西雕作工艺 包括它包浆 一看肯定是个老东西 嗯 清代的东西 肯定还是出水 你看有些 清色像是出的有些水清的感觉 这也是避邪用的吧 避邪 但是这个寿面呢 一般就是祥类嘛 避邪 寿面 它是一个什么寿啊 啊 这个呢是 它当时是丝相灰相 又像狮子 又像麒麟 嗯 嗯 这个寿面 它当时把吉祥物一些 嗯 就是合在一起 合在一起 就是比较 嗯 很厉害可以镇住很多妖怪 对对对 没错没错 那么这件东西呢 你要仔细看 因为它的硬度很松 不大 所以我刚感觉一下这件东西呢 应该是汉白玉的 不是玉的 汉白玉 如果要是和田玉 这块东西可就有上价钱了 嗯 像雕工这么大器 而且这个汉白玉啊 当时一般都是我们呢 呃 这个宫廷大庭建筑的材料 你像我们北京故宫 是吧 大的那个庙宇 比较多 都是这种材料 用汉白玉做的那种柱子啊 水流啊 这种东西还是比较多 因为在古代配这些玉啊 很简单 它都是一种声音的象征 嗯 还可以地鞋 还可以代表一个自己的身份 对 你像这种配这个类瘦的一种人 一般肯定是性格比较粗狂啊 性格比较大巴咧咧的一种人啊 是 好爽的感觉 好爽的一种人 配戴 东西从它的雕作工艺 嗯 大概是哪个草带能够看上 清代 最少是清中旗 清中旗 为什么 因为汉白玉印度不够大 呃 家传呢很容易破裂 这个东西应该是出水 它有点这个发黄 嗯 水色水气 你看包括这个地方啊 都是很明显的出水的东西 当然出水不是说是现在出水 也可能是几十年前出水了 嗯 水里面别人是捞起来 然后走入了市场 嗯 不一定说是 昨天捞起来 对对对对 是这个情况 好的 东西没问题 老的一个汉白玉的一个 嗯 一个代寇 像代寇 我要告诉你一下 代寇一般我们现在 从震汉时候就开始了 嗯 当时都是玉的比较多 还有铜溜金的 嗯 或者到辽金时代一般都是 嗯 镶嵌玉的 嗯 外面是铜溜金 然后里面镶玉 都是一圈 清镶 这个呢就是单 单放人看就放在这里 或者放这边 嗯 绝地不是放中间的 嗯 但是穿在皮带上 对对对 腰带上 还有这个装饰的装饰 以前就是穿长袍 然后有腰带 还挺长的 挺沉的啊 嗯 多挂几个还走路 还负重练习了 对对对 好的刚刚呢 我们的张老师也说了 这是一个汉白玉的材质 所以它不像 玉式的那个材质的 价格那么高 那刚刚这位常友呢 他也是想要问一下 这个大概值多少钱 我估计如果要是玉的话 雕作工艺达到这种是吧 这洒脱啊 豪放我感觉最近 蛮有超过十万 那么汉白玉这一件东西 因为印度也不大 汉白玉材料也比较多 是吧 我感觉在一万左右吧 一万左右 因为材质的问题 材质的问题 好的好的 艺术水准是相同差不多 可以也是具有收藏价值的 好好收藏 谢谢 好的我们来有请 接下来的这位常友 看看他给我们带来了 怎样的宝物有请 大家好 我是小刘 是南川一位常友 今天给我们带来的 这是非常简单 大方的一张纸是吗 是的 江西省人民教育厅的一份份书 这张纸其实它得来 也是一个很很 很机缘的一个巧合 就是有一次去老爷家翻书 然后结果就发现 这一张纸居然夹在里面 就是想了解一下这张纸 就是这份聘书 有什么有没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和收藏价值 就想对这一块进行一个了解 好 那一会进入我们演播厅 看看我们的专家们怎么说 你好 你好 这里常有小心翼翼的 拿了一张纸上来 这张纸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跟我们来讲一讲 这个纸 我们可以从字面上面就可以看到 这是一份聘书 聘书 对这个是写给这个 黄振敏先生的一个聘书 而且这边可以看到盖了这个 是我们江西省人民政府 政府教育厅的这个张纸 就是教育厅颁发的一个这个聘书 颁发的一个聘书 颁发的一个聘书 就是成为这个联合中学 38年度上学期的教员 带于照什么规定 你怎么想的会收藏一个这样的聘书呢 这是一个基因巧合 在老爷家的一本旧书里面发现的 在书里面发现的 你看这还有折痕 是 打开一看原来是一个聘书 对 你没有去问你的老爷是 是怎么回事吗 怎么会有一张这样的聘书 呃 其实这这张聘书呢 也是就是一个朋友 受朋友之托 然后结果那个朋友 就后来就没有回来那个取他 就一直夹在这本书里 哦 那今天到这来哈 肯定是想了解一下 这张聘书有什么来历 包括这个聘书的主人黄振敏 有没有什么故事在里面 是 也想了解一下这个有没有什么 历史价值或收藏价值 好的那就来对地方了哈 接下来呢就有请我们的郑一龙老师 来帮您鉴定一下 有请郑老师 郑老师 你好 哎 这个聘书给你了 我认账 一个聘书 哦 这个有意思 首先给大家讲一下 黄正敏先生 黄正敏先生不可考 这里面就是有几个信息 对对对我们先分析一下 这个首先一个 审立 南昌联合中学 中学校 这个时候 南昌五月份解放 49年五月份 对吧 全国是10月1号解放 正式宣告成立 对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 是在什么时候呢 49年的 民国38年的9月20日 离我们国家成立 10月1号差十天 就十天前颁发的 十天前颁发的 好 我们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10月1号以后 我们用的是纪念方法 是什么 公元1949年10月1日 对 这里出现了什么呢 中华民国38年 也是代表49年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10月1号才颁布的 这个公元的纪念方法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江西省人民政府呢 他做聘书的时候 他要写这个年份的时候 他并没有得到这个通知 他还是沿用中华民国 多少年 所以很有意思 那这里是 盖的是这个教育厅的 这个官方印 也许是提前写的 对 然后这个联合中学 他就是一中的 南昌一中的全身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当时这个联合中学 是什么呢 一中 二中 女职 女专 四家 学校联合的 成为南昌联合中学 后来又分拆了 剩下的就是 现在的 南昌一中 所以呢 这张东西 跟我们江西的这个 教育史 跟我们的这个 南昌一中的校史 它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物证 这就是这张聘书的一个 很重要的部分 那么我们看到厅长 彭佳伦 副厅长 李良 艾涵松 这些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 一个厅 还有三个厅长 对 艾涵松当年是这个 齐君子这个周涛奋的助手 办生活周刊的 在这个参加长征的 一个老干部 像这个彭佳伦 李良 都是在这个 像延安时期就已经 就是做这个教育和宣传工作 那么他们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这三个人 放在一起 这就很有意思 三个人 分别都做过 江西省教育厅的厅长 这个时候他们是 彭是正厅 这两个是副厅 后来 艾涵松做了正厅 李良也做了正厅 而且他们还有一个特点 都同时做过江西省 宣传部的部长 所以非常有意思 也非常的巧合 你可以看出来 那个时候 对于这个老师 也是特别的重视 你看老师那个任聘 还要厅长 那个签字 现在就是校长就可以了 没错 没错 真是宗教 莫过于此 好的 那这样的一钢聘书 是不是有收藏价值呢 有的 我们说那个证书 刚刚我们说到 这张证书代表了 在我们这个 江西教育史上 它是一个佐证 它也是小到一个学校的校史 再到一个曾经的 这些老一辈的革命家 老一辈的这些教育家 他们在上面的亲笔签名 如果说是能够找到这个 黄正敏这个人 又是查明 他是一个挺有名的人 就更有价值了 对对 群星辉翠了 就可以试着去查一查 好 也谢谢您 今天给我们带来了 这样的一张评书 了解了那个时代的教育事业 谢谢您 好的 到这儿呢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就要告一段落了 在这儿呢 也要感谢我们的 健保老师的精彩点评 也要谢谢我们 藏有的精彩分享 那么电视期间的观众朋友 如果您也喜欢收藏 爱收藏的话呢 也可以加入到节目当中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也许下一个来到节目的 就是你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儿 我们每周六周日晚七点 收藏中国不见不散